我们的上帝告诉我们圣民 我们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的谢恩 然后下一句话说什么 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向我们众圣徒所定的旨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是神的旨意 很多人每次想到神的旨意的时候 就会想到 神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是以做为中心 要传福音 要祝福人来聚会 但是各位 在这出的经文里面 我刚刚所读的 上帝把神的旨意 跟我们心里的状态 喜乐 感恩 不住的仰望神 结合在一起 各位这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要思想这个东西 我们人 总是留在我们要做 但是我们没有关注我们心里的状态 各位想想看 如果今天各位不喜乐 你怎么能够顺服神 如果我们现在很悠闷 然后我说你们新春探访 你们要去传福音 福音就是好消息 传好消息了 那你在忧闷的时候 请问你怎么传 你传什么福音 对不对 我们很忧愁的时候 我们就聚会 我们奉献 我们做很多的 好像基督徒应当做的事 各位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一直消耗我们的力量 我相信爱我们的主 创造我们的生命的上帝 他不愿意我们这样服侍他 这样顺服他 所以主很关注我们心里的状态 我们做是做 今天是圣日 对不对 你们不要忧愁 你们要在主里面喜乐 各位现在甚至你做崇拜当中 主要你喜乐 各位如果 各位我们有时候有一点不开心 我们是会有的 我们会跟神要摔跤 我们跟神有挣扎 我的心啊为何忧愁 父啊呼求你 对不对 这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信徒不能一直留在不喜乐 因为不喜乐呢 是跟我们现在体贴肉体的情欲 私欲有关系的 各位讲过得到这个东西吗 有时候我们就说 我不开心 我已经很久不开心了 我心里很久很沉闷了 你要知道 上帝为什么不喜悦你这样 因为那个的状态 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正在体贴自己的私欲 我们不信 上帝能够为我预备最好的 我们留住有一些的不幸 所以在那个状况里面 我们不喜乐 我们一直找不到意义 我们一直要寻欢寻乐 所以在农历新年的时候 各位总是会看见 为什么人就是要寻欢寻乐 sick pleasure and fun 对不对 你们去春到河畔的时候 很热闹 新年气氛很多 其实我告诉各位 在很热闹 人好像很欢乐的那种光景 很爽朗的那种气氛 其实人是更不喜乐的 各位知道不知道这个奥秘 其实为什么你一直要找呢 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为什么你一直不哭呢 为什么一直要找到新的体验呢 因为其实你找不到你心灵深处里面 最重要的 原来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 各位我们的被造是什么 我们的被造是喜乐的 要能够喜乐的 我们的被造是在喜乐当中有能力 喜乐当中享受祂赐给我们的一切 甚至在有一些患难不如意的环境来的时候 我们依靠这位主 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喜乐吗 因为你们现在没有依靠祂 各位依靠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在种种的现实的环境 忙乱 这个世界都有苦难里面 其实你一定要认识一个绝对的公义者 慈爱者 他也是全能的 然后你知道你的内心依靠祂 你内心依靠祂的时候 你才能真的喜乐的 所以大卫他是认识这位主 所以大卫他是在旷野里面 就是都是很逆境的那种光景里面 他说什么 在你里面有满足的喜乐 保罗他在监狱的时候 靠着主 凡事都能靠着主在逆境当中 能够喜乐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是我们圣经伟人里面 他们知道的 其实环境情况虽然是很真实 对不对 有时候好像一时瑕疵我们 影响我们 但是主啊 我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 我没有靠你 因为人毕竟是人 我们的智慧是这么少的 我们的力量是这么有限的 如果你要担当明天你将来的事情 你怎么担当啊 如果你心里面一直不能交给主 不能把那个忧虑卸给主 主啊 我很担心我旁边的人 他们一直没有改变 对不对 一旦你把那个东西你收住 那个你不能改变的环境跟人 你收住 你要担当的时候 忧愁就开始产生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你不要讲 这种这么长远的事情 你单单讲 如果今天上帝叫你做三盘菜 我要做四盘 我就是要做四盘 你因为你要做多一盘菜 你会痛苦的 你就开始急躁了 忙碗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上帝叫你只有扫地 我要扫地也要麻地 所以你心里有点洁癖的时候 其实洁癖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不是讲OCD什么东西 这个是主正在带领我们 主爱我们 主造了我们的生命 给我们家庭 给我们一切的一切 人里面的喜乐 有吃的喝的玩的都有 对不对 教我们在祂里面住 顺祂而行 顺着圣灵行 你的意思出来了 你的担忧就会出来 你不能把你现在的情况交给祂 然后你很多五年十年后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你担心我孩子怎样啊 学费够吗 金钱够吗 我绝对告诉你 你是人 你绝对不能喜乐 阿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寻欢寻乐 是不对的 我们今天来到主日 今天我一进来的时候 主眼马上就感动了 你要喜乐 不要忧愁 我们有时候经过华人农历信念的时候 哇 就是很忙乱 对不对 我们探望很多的亲友 有时候我们想跟他们传奋 像施养 讲的时候好像每年都一样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把自己交给主 我们把我们所爱的人交给主 我们把我们所做的 我们的祷告 就是放在主的祭坛上 主你来成就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尼西米说什么 尼西米八章 时间 你们不要忧愁 因靠耶和华 而得的喜乐 就是我们的力量 阿们 各位一起讲这句话 因靠耶和华 而得的喜乐 就是我们的什么 力量 各位我们靠耶和华 不是我们常常靠主 但是你靠主得什么 我问各位 我们有时候靠主 我们靠主要得安康 得顺利 得很高 要服侍主 但是我发现很少很少信徒 靠耶和华而得喜乐 各位注意这个经文 你靠他 你靠他 主啊 帮忙帮忙 有这个问题 帮忙找工作 帮忙帮忙 这个 我改变我旁边的人 你靠耶和华 为了这个东西呢 你不能有能力的 但是主啊 我靠你 我靠你要靠到什么地步 靠你要靠到我 我能够喜乐 阿们不阿们 要能够喜乐 对不对 我要仰望你 甚至有时候呢 我去运动 我运动是为了什么 不是要瘦身 不是要健康 这个是后面来的 主啊 我运动的时候呢 我要 我要跟你祷告 我要依靠你 对不对 有时候我就消遣的时候 这个当中呢 我给自己那个松懈 这一直叫我的心灵 能够仰望你 主啊 我要靠你到我能够喜乐 对不对 我要 我要在你里面喜乐 很奇妙的 那就是你的力量了 因为 当你 当你能够喜乐的时候 那就是你真靠主 靠了主 那就是你成为你 你工作的力量 带领家庭的力量 对不对 你做凡事的力量 传福音的力量 神的能力就在你 靠祂而喜乐的 那个里面 阿们吧 阿们 所以我看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里面 有时候呢 We miss the point 我们就是那个 那个关键点 好像每次没有得到 我们懂 我们靠上帝 耶和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 我们这些我们都会讲 对不对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什么 读经 但是你读经 祷告 那个的结果 你一定要有一个 一个试验的东西 到底主啊 我读经有效吗 我祷告了 我真的遇见了你吗 真的依靠了你 从我的喜乐 那个我心里面 永留的喜乐 我会知道的 然后过后 我做一切的事情 都有益处 都有果效 阿们吧 阿们 各位 如果你得不到这个东西 你一定寻欢寻乐的 寻找你自己要得的 那种开心 但是我知道 每次牧师讲到 这些话的时候 有些弟兄姐妹 是很辛苦的 为什么呢 你说牧师 喜乐是心里的状态 不是我要喜乐能喜乐 我天天告诉我要喜乐 还是不喜乐 你叫我劳动 我可以 你叫我来教会 侍奉 我可以 但是这个心 就不喜乐 能这样 对 我们的挣扎 就在这个 所以信仰很难的地方 是这个 信仰很难的地方 不是叫你奉献 不是叫你来聚会 这些到一个地步 你们能做的 但是信仰很难的 这个心怎么改变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注意听 很多信徒不能喜乐 并不是他们心里没有圣灵 乃是 他们依靠的不是圣灵 他们要寻找喜乐的时候 用错方法 你们了解吗 从你用错方法 来要得喜乐 你是离开在主里面喜乐的路更远 阿们 不阿们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你要 我要得喜乐 但是用错方法 所以我们用错方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 是在哪里用错 我们的心灵里面 我们做一样东西的时候 看起来每一个人都一样 每个人都吃 每个人喝 每个人玩 每个人逛 每个人旅游 跟家人在一起 运动 各方面 这些都做 但是做这些的时候 很奇妙的 你用这些方法 来得喜乐的时候 反而你发现 过后更空虚 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 你们不要醉酒 酒能够使人放荡 为什么人喝酒 各位 为什么人喝酒 人要喜乐 喝了酒 圣经每讲酒的时候 是喜乐的意思 在庆喝的时候 喝的 很多人是喝酒 所以寻乐 要寻找到一种满足 一种意义 在我心里面 现在的空虚 总是得不到满足 所以我要找到 那个喜乐 那个圣灵中 但是要喝酒 用一个人的方法 在做某一些事情 看起来人的肉身 能够享受的 但是他的心灵 是盲目的 对上帝是盲目的 没有靠他的 你就发现你会醉酒 你会醉 醉的时候 就是你失控了 所以圣经说 你们不要醉酒 酒能够使人放荡 你们那要被圣灵充满 亲爱的弟兄姐妹 原来凡事都可行 但是不都有益处 对不对 你在行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掌握的是什么 你要圣灵充满 你结了婚 你很开心 你生了孩子 你很开心 但是如果你没有圣灵充满 很快的婚姻之苦 就来了 你不能享受你的婚姻 你生了孩子 孩子一直哭 很辛苦 对不对 你看到圣灵充满 所以这个秘诀 是世界的人不认识的 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你们要喜乐 保罗说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你们不要醉酒 酒是喜乐的象 喝酒喜乐的象征 对不对 喝了 醉了 起来更忧愁 所以你们寻找了世界的欢乐之后 起来更忧愁 明天更忧愁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